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看到現在拜登就在喊話 要制裁普欽 普欽現在他也自己說 他有面臨到一些危機 因為美中二在G20要同框 這件事情已經是破局了 因為普欽拒絕出席 理由是普欽的前顧問 馬爾科夫 他就提到說 英國 美國 烏克蘭 有人要策劃暗殺他 普欽現在似乎也面臨內憂萬患 因為現在他的普欽大腦杜金 他就說愛女被殺 所以反撤軍 講述民眾推翻政權的預言 就西方用解讀說 他是鼓動人民來處死普欽 不過我們來看到 俄軍現在在俄烏戰爭的部分 撤出赫爾松了 所以衛星照我們來看到 大橋 水壩都被毀了 有數十萬人在那邊 現在是面臨洪水危機 而美俄將要舉行和會談 那為什麼備受關注 因為這個等於是 俄烏戰爭以來的第一次 可是其實在歐洲 很多人其實也很多厭倦了 怎麼說有三件事來看到 他們有點好像看出美國的真面目 看破他們手腳了 為什麼 第一個是說 這一艘美國的天然氣運輸船 近賺是超過1.5億美元 全歐洲就開始遊行大罷工 老百姓是夜裡不開燈 冷了不開暖氣 最新研究真的解釋說 這個能源危機 導致德國的損失是將近 1100億歐元 非常的多 那法國智庫的報告 甚至就直言說 到底誰才是我們的敵人 是華盛頓和倫敦 而不是北京和莫斯科 第二看到是歐洲的製造業 現在也開始說要加速回流美國了 因為這個降低通膨的法案 說用不正當的競爭手段 扶持美國製造 也吸走了大批跑路的 這些歐洲企業 那影響是什麼 經濟學家就警告說 這可能導致歐洲 要開始變成是去工業化了 另外是這個制裁普京 喊真的還假的 因為拜登不斷說 這個搞小動作被抓包 摩根大通的CEO 甚至就直言說 他有接受一個指示 說要維持和俄羅斯的業務往來 另一方面 國會卻又擺出說 我們要對俄羅斯加強制裁 要加強強硬的態度 你這是在玩什麼兩面手法嗎 所以難怪說 歐洲很多國家開始 覺得說我們是在被吸血 現在歐洲當然也厭倦了這個制裁 因為光是能源的影響 就非常重要 這個已經是歐洲 即將進入到最冷的冬天了 所以土耳其的總統艾爾頓就說 以美國為首的這個西方 是無限制的攻擊俄羅斯 有消息人士也透露說 歐盟的成員國已經厭倦了 用制裁和缺乏施壓的工具 所以導致說歐盟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就是有一些對俄羅斯的新的制裁 倫敦的金屬交易所也決定說 我們開始不禁止俄羅斯的金屬了 也就是說他們這個制裁 可能開始有一些些的鬆動了 法國的將軍 這位叫做德維利也 他講得真的很直接 他就說 烏克蘭戰爭根本就不符合 歐洲法國的利益 符合的是誰 只符合就只有美國的利益 介大使怎麼看說這個 現在普京當然拒絕出席G20 所以要跟這些元首的會面 等於說是宣告破局了 我想這裡面我想普丁他自己的盤算 應該我覺得還是安全因素 因為事實上的話 這一行程非常的長 而且公開路面場合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關卡 事實上 俄烏戰爭已經進行到一些 有一些像是恐怖組織的 這種遊擊戰的這種狀況 尤其在俄羅斯所控制的 前烏克蘭的領土 有很多這些親俄的 這些當地的官員 被暗殺的事情蠻多的 還有受到恐怖的這種 威脅的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安全考量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俄烏戰爭那麼有很多很多的新的發展 其實我們都覺得外界都沒有特別注意 第一個其實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外長 在安卡拉大概四天前 外長已經開始接觸了 那麼雖然對外說沒有什麼宣稱沒有什麼突破 可是這已經是戰爭以來 很大的一次突破了 另外美國的對於烏克蘭戰爭 前一陣子拜登有過公開的一些抱怨 他就說你折倫斯基不要再要求了 你應該抱持一個感激之心 我們願意這麼幫你 你就不要在這邊逼我們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美國如果這次大選 這個基本上已經差不多看出來 如果共和黨讓拜登拿到變成一個搏押總統的話 而且共和黨拿到眾願的話 基本上將來可能他們對於美國這種無條件 對烏克蘭的軍援跟軍援可能會持比較保留的看法 另外一個就是說由於這個核子戰爭的 使用核子武器的機率增大的原因 那麼美國跟烏克蘭的國防部長也通過電話 這個在過去都沒有發生的 俄國跟烏克蘭的外長直接見面 美國跟烏克蘭的國防部長 美國跟俄羅斯的國防部長通電話 那麼這些跡象都顯示 可能以美國為首的這個北約 那麼可能對俄物戰爭有另外一種想法了 因為這種無止境的打架下去 可能也不是對美國跟尤其是北約這個機構 是有完全正面的價值 所以我們正在觀察這些事情微妙的變化 那另外有關這個 我是不太願意替誰講話 不過普丁 我的記憶裡面從過去大概一年來 有關普丁得癌症 然後已經或者普丁已經病入膏肓 或者幾天沒出來是不是已經被幹掉了 然後他現在每天就躲在那個 怕被暗殺 這種新聞太多次了 而且可能來源都是差不多同一個地方 英國有幾個小報很喜歡報這種事情 最後好像都沒有發生 那不過這一次美國的民意倒是50比50 就是說共和黨民主黨兩個不同政黨 可是我看到最新一次 這個普丁在俄羅斯的基本上 他的民意支持度在俄乌戰爭以後 事實上是往上走 那這也不會讓人奇怪 因為國家進入戰爭的時候 事實上對於領導人 有的時候是正面的 有的時候是正面的 因為他可以號召動員 民族主義也好 戰爭是最容易號召人民團結的一種事件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有一些 對於普丁目前內憂外患 馬上要倒台的 或者說快被暗殺的 快被病死的 這些謠言因為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就聽聽就算了 那麼倒是可能過一段時間 我們會看到可能俄乌之間的和談 可能就會浮上台面 我們也 我覺得到目前跡象來講 也不必太意外 佳生哥怎麼看說 這個現在美國好像是不是也被看破 我手腳了 那歐洲當然寧願也是四起 是 我覺得這襲擊做得很好 三件事看出美國正在活吞吞的 對歐洲吸血 就這三件事很清楚 第一個 就講的是SNG 就是那個液化天然氣 液化天然氣 美國賣給歐洲的價錢 是美國本土的四倍 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 已經很公開的講 很生氣 不能這個樣子 這就是西歐洲的人學 第二件事是保護主義 就這邊講的 這個降低通本法案 如果不是在美國製造的 Made in USA的電動車 就得不到補助 這件事情將來勢必會引起 大西洋兩岸的貿易戰爭 第三個這邊講得也很清楚 就是你言行不易 你嘴巴說要制裁俄羅斯 偷偷偷就跟俄羅斯互動 所以歐洲人看在眼裡 痛在心裡 所以現在為什麼歐洲市區 那麼多的暴動 我這邊講一下赫爾松這個戰爭 這個赫爾松戰爭 我們國內的媒體的報導 跟我的認知真的是 有一點點很大的差距 先講普丁這一部分 剛剛謝大使說普丁被暗殺 已經變成不是新聞的新聞了 大家注意看那個SNG上面 沒有 西基上面寫的 普丁大腦反撤軍 反撤軍 是反撤軍 為什麼他反對撤軍 現在在俄羅斯反對普丁的人 是覺得普丁打得不夠兇 不是普丁你不應該打 是普丁打得不夠兇 作為不夠強硬 所以這些人會暗殺普丁的 可能性其實不大 我想要赫爾松這個作戰 這邊有一個新聞很重要 就有人把大橋跟水壩炸掉 我先講一下 在伊倫波河上游的橋跟水壩 是合一的 當初俄羅斯還在占領著 所謂赫爾松的時候 為什麼要撤出居民 因為如果上面的水壩被炸的時候 那個洪水下來 赫爾松是會被淹掉的 對於俄羅斯來 在戰術上的考量上面就說 因為那個不是控制在他手上的東西 萬一有一天有人炸了 因為克里米亞大橋都有人炸了 萬一有人炸了 那這些人怎麼辦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對俄羅斯而言 他如果把他的兵力移到 蒂尼泊河的東岸 包括在扎波羅的 在扎波羅來講叫南岸 其實都是東岸來講 他比較容易形成一個 所謂天然界線 防守容易之外 對他將來要停戰 剛剛介大講的停戰 就一個天然停戰界線的地方 那赫爾松那個地方 又所謂義工難手 所以在他形下他就要退出來 好 那到底是烏克蘭 搭勝俄羅斯吧 打定了赫爾松 還是怎麼一回事 如果是的話 怎麼會有這種情形 第一個情形 我看了新聞講說 俄羅斯都說我要撤 就拜登那個期中選舉結束了 他說我要撤出赫爾松了 烏克蘭講說 我們在觀察七天 他是不是假的撤 所謂大勝是打人家 抱頭了 落荒而逃 落荒而逃 怎麼還會 我看看他有沒有真的撤 這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我看到 那個TVB的新聞台播出的東西 如果是大勝 我剛剛上網查了一下 赫爾松如果沒有發生戰爭 他人口是28萬人 如果是28萬人 赫爾松28萬人 那今天在市中心裡面 迎接烏克蘭軍隊進來 應該很多人 我剛剛算不到100個人了 不到100個人在迎接所謂的 大家可以看影片 人不多 這個這麼少的人 人不多 所以還要打上個問號 打上個問號 就是我想講的是 烏克蘭真的沒有大勝俄羅斯 就是俄羅斯在戰術考量上 我現在退到地內薄荷的東岸 這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有的時候 這個報導要完整一點點 完整一點點 可以讓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大白話 我用大白話跟大家講我的觀點 有華哥怎麼看說 現在歐洲是不是也開始厭倦制裁 這樣看 我再補充一下 像赫爾松戰役 各位去看巴巴羅莎戰爭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進攻 俄羅斯的戰 那個一場大的戰役 他在赫爾松 跟二次世界大戰的場景 非常的類似 那主要 他為什麼撤到東岸 第一個對於他補給線比較短 第二個他不必渡河 那現在他要進來的話 那對烏東來講 對烏克蘭來講